副总统这个职位 有人说他是天底下最轻松的工作 每天什么事不要做 参加一对公益活动 那甚至他是不应该插手证物 做太多事也不行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看 当副总统真的要认真上班的时候 那是最危险的时候 那代表了我们的国家 遇到了重大的危机 甚至是在国家面临存亡之际 会需要副总统来 力挽狂澜的大局 所以副总统这个职位 你要怎么选 首先你要选一个 第一他平常个性是愿意低调的 对你不能每天出来 哇发表一大堆有能没的 批这个打那个 整个政治 第二个你要选他的个性坚毅的 要有韧性的 不是那个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韧性 是坚韧的韧性的 第三个你要选一个 他有国际观之外 还要有外交能力的 你必须要有这三个条件 你才能够在台湾的元首出缺 代表台湾遇到重大危险的时候 他有办法他的肩膀扛得住这个国家的 那萧美琴 当然他完全符合这些条件 他在花莲被送去 派去艰困选区蹲点十年 在那边蹲点十年 获得民众的肯定当选立委之后 他在台北的问证跟在花莲的服务 两边跑两边兼顾 两边都没有松懈掉 之后花莲的选民 这个没有选择他 又会选择了富士王朝 对不对 可是你看他回到花莲的时候 他对花莲的民众充满深深的感激 他没有任何的怨对 他没有任何的抱怨 他呈现他对花莲生根十年的爱 在他派驻美国三年半之后 仍然没有改变 这是一个个性上面非常坚韧的特质 再加上他在美国三年半的期间 成绩好不好受不受肯定 大家是有目共睹 包括美国华府的智库 美国的官员 甚至当萧美琴 他回台湾之前 美国的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还特别找他说话 特别跟他质疑 他广受肯定 可是你回想过去三年半 你看萧美琴 有没有以他对美外交这些成就来帮自己造神 有没有帮自己炒人气 有没有把自己捧得高高的 说我都是智商一五七 只有我萧美琴才可以怎么样 没有 他的个性上是愿意低调的 他重视团队他不鞠躬 接下来第三个 最重要的是 当国家面对危机的时候 萧美琴 他既可以直通到美国华府 是受美国华府信任的人选 在国际外交界上面 他也是好名声 所以我认为 赖清德找这样子的一个人来搭配副手 虽然很多人事前都拆了 也觉得一定都是他 所以没有那种所谓惊喜包开箱 但是现在台湾需要的是安定 现在台湾不需要无厘头 现在台湾不需要好像开一个福袋 像赵绍康就是开一个福袋 你临时还找了这个人 然后出来之后 第一天 马上先口误说要票投民进党 对不对 然后开始说柯文哲要打到20%一下 凝聚深蓝是没错 可是你要想当国家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 你的总统要叫赵绍康吗 吴欣盈他人不差 可是他的政治资历非常的浅 他的社会经验恐怕也没有累积那么多 他的政治历练 当国家遇到元首出缺的重大危机的时候 你觉得国家交给他吗 如果你觉得这两个都不行 你再去看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个条件 萧美琴当然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好所以请教一下冠婷 你看赵绍康就说 侯友宜不是喊说总统以候选人为主吗 选战以候选人为主 赵绍康就说这些政见都是我的 这是一个元首吗 复位元首吗 你看萧美琴现在已经要完成离职交接手续了 但大家在讨论说赵绍康呢 因为他现在说因为没有党职 就不用辞掉中广的动作 那你看对照一下萧美琴 好多东西可以谈总之主轴是 一个人有没有严守他的本分吗 我们先来谈一下侯友宜跟赵绍康 这两天我真的觉得赵绍康 好像真的闷了很久 终于可以表现一下 因为上一次选举是1994年了 事隔30年 终于重新可以 或30年 对30年 快30年 终于可以自己重新披挂上阵 所以非常想表现 而且你看得出来 侯友宜跟赵绍康一起受访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侯友宜压力是很大的 遇到一些什么蓝白河啊 争议的议题啊 总统候选的侯友宜 在回答的当下 赵绍康的眼神虽然不到眼肉 不屑 但是呢感觉自己讲的比侯友宜好 是很明确的 所以呢后来呢 直接在当下哦 侯友宜回答完了之后 正常来讲 总统参选人讲完话 副总统参选人就 不要讲就闭嘴就好了嘛 除非总统cue你 赵绍康居然直接讲说 我可以补充吗 而且侯友宜并没有回科医哦 赵绍康直接讲了 而且讲到后来 他回答的时间 比侯友宜还要长 这抢很多光彩耶 回答了比侯友宜还长 搞到什么程度 现场媒体就讲 赵绍康讲到前面侯友宜的幕僚 话全权 你怎么会觉得 副总统 你不要被讲了 后来赵绍康早把他停下来 你有看过这种副手吗 第一次看到 赞 很棒 所以呢赵绍康感觉就是 抢了侯友宜的风采嘛 后面看他们讲了什么磨合啦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但一个人有没有严守本分 现在正媒之间的关系很重要 赵绍康同时有三个身份 一个友台知名节目的主持人 以及中广的董事长 以及现在是副总统参选人 那现在他讲了 友台的这一个主持棒 某某占情势 其实就赵绍康占情势啦 不主持了 对岸有很多网友在讨论说 看不到赵绍了 好 总之不主持了 那现在关键是 中广你是董事长 依照相关的法令 如果总统或副总统或公职 选上之后 你必须要把你的股权清零 所以如果我们依法来讲 赵绍康如果真的选上副总统 他中广的持股是要全数清出的 那现阶段大家就要看你的态度问题嘛 你现在虽然股权不用全部清出 但你对公司有没有实质影响力 绝对有啊 现在赵绍康对中广的影响力 他股东啊 你请假跑去选举 好 我现在不管股东权益 我现在讲你实质影响力 今天为什么侯友宜大家会质疑说 你跑去选总统之后 行政不中立的部分你要承担 因为你底下的局处首长 都眼巴巴的等着你选上总统啊 所以大家行政不中立 是为了拼你的总统选战嘛 今天中广呢 为什么赵绍不能两期 因为就怕你的政去影响眉 眉去帮忙政嘛 所以你今天是候选人赵绍康 虽然你已经把你的董事长给请假 可是你现在还是董事长耶 我就问一个问题就好 你底下在同仁 其实你这是为难你的基层同仁耶 我举例喔 今天中广本来就有一则新闻 本来赵绍康没有选副总统 也有一则新闻 是可能对赵绍康不利的 媒体的判断嘛 记者的判断嘛 可是现阶段所有做这种新闻喔 外界都会质疑 是不是因为你的老板赵绍康 当副总统 所以你故意修理赵绍康 今天有一则正面新闻 本来那个赵绍康 侯友宜跟这个柯文哲 本来等一下就要报导啊 会不会因为 你今天赵绍康当了这个副手之后 以后侯友宜跟赵绍康的新闻 大家说因为你在中广 因为你是董事长 所以刻意对你好的报导 你这是献同仁与不义 所以赵绍康你今天为什么 就不把他辞掉 你辞掉就解决了啊 而且也显示出破釜承受决心 不过举荆我想到原因了啦 怎么样 这是要 外职了就没了 严守行政伦理 因为总统参选了侯友宜 自己新北市长就没职了嘛 所以有样学样啊 赵绍康的中广就不用职了 但是我说这个对于 整体的选战都是没帮助的 因为你今天这样子搞 大家会认为说 那你连最基本的 正媒之间不能两期 都没有做到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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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